他设身相救 化解多年心结 我希望你给我点时间 我会像妈妈那样爱你 我感受到了 伟大目的 他不择手段 压力 你姐我真的错了 刘小姐 我死 也不会让你好过 薪酬加上旧恨 他们的关系又会走向何方 我答应你的事我已经做了 你放心 我会替你保守任务 我还希望你能远离多多 小姐为什么做得不对的 你千万不要坏 今天收看古法栏目剧 母级迷你剧 花若离之 精准法第三集 你为什么要全我拿手 其实我心里真正喜欢的那个人 是刘小倩 我打死你这个倩子 我们不追不归 我们不追不归 对不起算了吧 我走了 这孩子 以后就用我来替你演 我希望你可以嫁给我 刘小倩 你欠我 是师父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为我们二十年的友谊 再干一杯 头有点晕 小倩在里面等着你 你叫一个有妈生没得咬的野种 我现在最放心 无下的是多多 我现在在里面等着你 没有 不要迟失你了 闭一点 看起来怎么溢色 撞得怎么样 没事吧 你这大妈的真够可以啊 刚才要不是你冒死冲过来 恐怕你女儿不是撞死就是残废了 你怎么样 有没有伤到 姐 我没事 你有没有关系要不要紧 就是一点皮外伤 没关系 大姐 你真是个好人 我们回家吧 徐凤 我们明天回来 估计下午到 来 欢迎回家 咱们先把东西放这儿了 走走 进来进来 来来来 多多的房间都收拾好了吗 你说呢 请吧 来 多多参观一下你的房间 多多来 请进吧 怎么样 喜欢吗 这个好像你啊 来 送给你 徐凤 谢谢你 没信我干什么呀 小姨妹来了 我也高兴嘛 不过话如回来啊 我这小姨妹 的确是年轻了点 咱们俩跟她 根本不是一辈儿人 对了 你那朋友啊 她找你很多次了 你给她回个电话吧 行 那我一会儿给她回 多多 你先休息一下吧 来 先休息一下啊 我去做饭去了 走 走 我去一趟洗手间 好 真的 我们在那边等你吧 好 我说啊 咱们俩认识那么久啊 你还是头一回 让我陪你逛商场的 你今天想买什么呀 我就想给朵朵买两件衣服 我就说嘛 让我陪你逛街那是假 给朵朵买衣服那才是真的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怎么了 我觉得 你真的有点 家庭妇女的倾向 小千 哎 雅力 那么巧啊 雅力 你逛街呢 朵朵 朵朵啊 今天多大了 十五 雅力正好 你也在 帮我给朵朵跳来的衣服吧 来 来 朵朵 走吧 朵朵 继续看看 我们店的衣服也挺好看的 雅力 你帮我看看这个衣服我妹妹穿怎么样 不好看 不好看 服务员 你们这儿的新款是哪些 这些都是我们店的新款 朵朵差不多穿中号 这一件还有这一件 拿出来给她试试 好 这价格还不便宜呢 小千啊 我还没给你妹妹买见面礼呢 朵朵 过来 进去试试 穿出来给我们看看啊 来 走 去 来 瞧你说的 你还是要不见着你啊 送我吧 这个一笔不错啊 你怎么管看啊 这个一笔不错啊 服务员 这两个都给我帮下 好的 那个刷卡的地方在哪儿 这是我给朵朵买的礼物 怎么能让你掏钱呢 你坐下来坐下 坐下来坐下 这怎么能让你买单呢 行了行了 你们两个呀都别跟我争了 再怎么说 我赚钱都比你们容易 朵朵 谢谢雅力姐 谢谢雅力姐 朵朵 一看就是那种 特别讨人喜欢的女孩 而且 跟你姐姐长得特别像 这有血缘关系吗 也是啊 不像妈妈 像姐姐 那是福气 走吧 朵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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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多大了啊 十五 十五岁 不正好是我离开异孝那年文 啊 她ματα 是个妹妹 我记得你还生了一个孩子 我妈把她送人了 不会真那么巧吧 燕姐 你再去帮我查一个人 董董 这是你最喜欢水干双鱼吗 来 多吃点啊 还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雅丽是说我们两姐妹长得特别像 你们怎么了 你看看我 我呀 就是看见朵朵 就觉得特别亲切 许芳 你下回是不是要去打羽毛球 我呀 我就改天去了 这雅丽都过来了 没事 你去吧 反正家里我的手术就行了 你来 还是算了吧 这活儿还是我来做好了 朵朵 现在思念高二了对吧 朵朵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尽管跟我说 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听见没有 朵朵啊 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 尽管告诉雅丽阿姨 雅丽姐 是是是 要我说呀 咱们也别讲究那么多了 我呀 第一眼看见朵朵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喜欢 要不 我认朵朵当干女儿吧 这 恐怕 不合适吧 这不都乱备份了吗 就那么说定了 我呢 反正也就是 孤家寡人一个 朵朵 你愿不愿意 认雅丽阿姨当干妈呀 不管朵朵愿不愿意 雅丽阿姨呀 是真的特别想认朵朵当干女儿 谢谢干妈 哎呦 所以说呀 朵朵这孩子啊 就是特别特别的招人喜欢 我雅丽呀 这趟算是没白来 还认了一个那么乖巧的干女儿 朵朵啊 以后看见雅丽阿姨 就可得叫干妈了 干妈 干妈 老板 你怎么还沉得住气呀 慌什么 不是还有几天时间呢 我 对了 我让你查的事怎么样了 嗯 还在等那边的消息 抓紧点 我不太明白 这事跟我们竞标有关系吗 太有关系了 进 老板 这是您要看的财务告别 账上已经没钱了 还欠着一百多万的材料垮了 那笔钱我不是让你上个星期打过去的吗 我把扣下来了 我拿它去做别的事了 那你先出去吧 好的 老板 公司现在完全没有流动资金这样很危险的 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慌 实在不行 把公司其他项目都停了 都停了 那我们每天要付几十万的违约金 这个窟窿拿什么钱去填啊 我又不是松五口 我能马上给你变那么多钱出来吗 以后不要用这种怀疑一家之文的方式跟我说事 知道了 那我先出去了 刘小姐 这次我能不能成功就全看你了 如果你能帮我 吃钱的恩怨一笔狗小 如果不能 我死 也不会让你好过 严厉 你怎么把援在这儿来了呀 小姐 这次你一定要帮我 不然我就完了 我公司也会玩的 怎么了 之前我跟你提过 我把我所有的钱全部都砸在了一个项目上 如果这个项目拿不下来 公司的钱就会打水漂 所以这一次 无论如何你都要帮我 可是 你生意上的事情我不懂啊 你不需要等他 你只需要 给我见一个人 这个人你认识的 天主任 我把我帮我帮你 我帮你 你别为难我 我帮你 你不容易 我帮你 这次我帮你了 你除了这个别的 我都可以帮你 可是我现在真的只需要 天主任的帮忙 這個我真的做不到 看來 你是真的不願意幫我 你知不知道 我一個人走到今天 多不容易嗎 那天 當我知道了你跟程廣的事之後 你知道我都經歷了些什麼嗎 壓力 你發生了什麼 告訴我 本來這件事 我一輩子都不打算說出來 因為你是我的恥辱 而且我也已經感覺到 我猜壓力 是一個已經死過一次的人了 壓力 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還沒想到 我得死 對不起 對不起 凭你的条件不用付出太多 有许多男人都会心甘情愿地为你铺平道 我开了饭店 也很努力地去巴结各式各样的有门路的人 慢慢地 我终于挣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于是我就来到了江城 开了现在的公司 小倩 我的公司就像是我自己慢慢养大的一个孩子 如果这个孩子没有了那我真的可以去死了 压力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 都是因为我 是我不对 我没有想过去怪你 我怪我自己 压力是我做错了 以前我真的错了 全都怪我 就一次 跟田主任就一次 压力 你 我们可以想其他办法 你要是差钱的话 我可以把秦行卖了把钱都给你 不是 小倩我现在真的不光需要钱 我需要的是田主任 啊 难道你就不愿意为了你的朋友 放下你所谓的尊严吗 你不是这样的 真的不是这样的 我以为你会因为愧疚帮我一次 我以为你会因为愧疚帮我一次 对不起我做不到 你走吧 也许第二天 你就会看见我报死街头的消息 你 一直以来我都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方法 可是我错了 只是我在你一厢情愿 在你心里面 永远都只有你自己 对不起我真的帮不了你 夏 我 喂 老板 你的猜测是对的 我找很多人证实过了 王秋毕当年根本就没有怀孕 那个刘朵朵 是当年王秋毕一个人带到老角抚养场大的 太好了 刚才手机没有信号 我现在再回来的路上 刘晓倩 你没想到吧 这么多年了 这么多年了 还有人犯的旧证 小千 你也用不着那么着急离开 我告诉了你我的秘密 而你 又何尝没有秘密呢 什么意思 当年你生完孩子之后 你母亲就被单位除了名 然后带着强保中的婴儿回到了老家 他自称是自己和其他男人生的 我说的没错吧 你调查我 那是因为你又在骗我 你告诉我说那个孩子早就送来了 你跟我说这些你想要干什么 多多这个孩子啊 我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 我就已经猜到了 但是我为了正视我的猜想 我就叫人去了一趟你的老家 结果 一切都不出我所料 我跟田主任约的是十点 现在时间还早 如果你想让我把你的秘密说出去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从这里离开 如果你不想的话 我可以把他永远地烂在我的肚子里 去不去 你自己决定吧 续峰 晚上我可能回不来了 我在雅丽家跟他一块儿睡 那个 躲躲下晚自习之后 你记得削个苹果放在他的桌上 你这是怎么了 徐峰 徐峰 你现在在哪儿啊 没什么 早点休息 好 不管怎么样 不能不要这个孩子 我可以休息 以后 他就是脸妹妹了 什么意思 妈 妈 你刚才去哪儿了 我刚才去了院长家里 我已经向院长承认了 这孩子 就是我生的 跟谁都没有关系 我走了以后 你要照顾好他 别让他受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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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载人 他们发生了 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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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装 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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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晏姐 老板 你叫我 通知所有的员工 今天一起庆祝 我们投标成功了 成功了 行 我马上去办 小鲜 朵朵 快看看我给你们带的礼物 朵朵 快出来看看 快看 快看 这个呢 是给朵朵的包 还有 徐峰的手机 你这太客气了 雅烈 最后呢 小鲜的围巾 我的就不需要了 你自己留着吧 雅烈 你何必那么破费呢 我今天呢 特别高兴 我们公司竞标的那个项目 成功了 现在啊 公司所有的员工 都在酒店庆祝了 那是该好好庆祝庆祝了 干妈 这么漂亮的包 很贵吧 再贵都值得 谁叫你是我的宝贝干女呢 谢谢干妈 小鲜啊 这个围巾 是我的一点心意 收下吧 真的不用了 拿回去吧 你们俩呀 昨天都带了一个晚上了 怎么感觉今天 又有说不完的话了 雅烈 我想单独跟你聊聊 你跟我过来一下 什么话啊 还得带你个室吗 我答应你的事我已经做了 你会信守承诺吧 你放心 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 我还希望你能远离多多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们算是两亲了 昨天晚上 你跟田主任 你别跟我去做完的事 干妈 干妈呢 最近都会比较忙 就没什么时间来看你了 不过你可以经常跟干妈打电话 干妈 多玩一会儿吧 算了 不玩了 先走了 我 我送你下去吧 干妈再见 行啦 徐峰 就不用送我了 那 那个 是不是有什么事想问我 这昨天晚上嘛 你们俩聊什么聊那么久啊 你自己去问小千哪 他什么都不会告诉我 其实啊 这是我跟小千之间的一个秘密 徐峰 你以后 要是知道小千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千万不要怪他 他这样做 都输为了我 小千一直隐忍 妥协 极力想要维持生活的平静 然而接下来 一个人的出现 将彻底打破所有的一切 都冬 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玩吗 我就不去了吧 你们去吧 我作业还没卸完呢 好吧 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 拜拜 我放手可以 但是我求求你别出声行不行 我不是坏人 你要相信我 放手了 你千万别出声 放手了 你是谁 你要干什么 对不起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我告诉你 我可没钱 你别乱来 我抢你钱干什么呀 我是在宅外面那几个人 你别这么紧张啊 我又不是坏人 我本来不想来的 是你胁迫我的 嘿 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啊 胁迫 比较准确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想干什么呀 请你吃烧吧 反正我告诉你 你别乱来 不然我就喊救命 行啊 那你就喊啊 我就跟别人说 你是我女朋友 我们是闹着玩的 行了 我不逗你了 认识一下吧 我叫陈亮 社会无业运员 你呢 刘多多 祖国的花朵啊 好幼稚的名字 不管你的事 行了 出吧 姐 许多 我回来了 回来了 我都回来了 什么那么香啊 好 你这提到什么呢 我跟同学刚刚吃了烧烤回来 这是给你们烤的吃饭 其实吧 你姐呀 她最喜欢吃烤鸡翅了 那我先回房了 我们说错吧 说孩子越来越懂事了 知道你最喜欢吃什么 你也来个 好啊 我能进来吗 进来吧 累吗 那我能跟你聊聊吗 多多 我知道你长大了 懂事了 自从妈走了之后 我知道你一直都过得不开心 我也做得不好 还经常惹你生气 但是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其实很多时候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沟通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希望你给我点时间 我相信我会做好的 像妈妈那样爱你 我的意思是 像我们的妈妈那样爱你 给你一个家庭的温暖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关心我 有家的温暖 可是我做得不好 我感受到了 我感受到了 多多你不讨厌我了 以前我对你有成见 那是因为 听别人说了很多不好的话 我不怪你 以后不会了 这样 妈妈才会放心 你要让妈放心 来吧 你怎么找我去哪儿啊 带你去我最喜欢确定的 来吧 怎么样 从这里看出去 是不是很美啊 嗯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都喜欢一个人来这里 哇 这还有一只小猫 怎么样 是不是很可爱 她叫点点 是我从垃圾堆里捡过来的 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都喜欢跟她说 不过 我现在有你这个朋友了 那我以后都跟你说了 好 诶 诺读啊 嗯 我们看完电影之后 去吃太过菜怎么样 嗯 我不爱吃 泰国菜不行 那就 诶 诺读啊 干妈 旁边这个是你朋友啊 他叫程亮 阿姨你好 你们上哪儿去啊 我们去看电影 看电影啊 上车把干妈送你们 正好干妈也没什么事 一会儿带你们去吃西餐 走吧 好 你们还想吃什么随便点 千万别跟干妈客气啊 你叫程亮吧 爸 我怎么看着你 总觉得有点眼熟呢 是吗 你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我妈 去世很多年了 我爸在租赁公司 给别人当司机 对了干妈 怎么都没看过你男朋友 干妈太忙了 没时间 我是觉得吧 干妈肯定是眼光太高了 普通男人都配不上你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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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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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丽阿姨 程亮 是你 爸 你跟雅丽阿姨认识吧 似乎早在雅丽看到朵朵的那一刻 她其实就已经猜到了朵朵的真实身世 朵朵并非小千所谓的妹妹 而是小千当年跟陈光所生的孩子 这个秘密的揭晓对雅丽来说 无疑是抓住了小千的把柄 掌握了对小千最为致命的力气 而另一边 陈光的出现再次揭开了雅丽的伤疤 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一一浮现 然而 让雅丽感到更加戏剧化的一件事 就是朵朵的好朋友程亮 竟然是陈光的儿子 也就是说 程亮与朵朵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那么接下来 陈光的出现又将给小千与雅丽 这段恩怨姐妹的生活 造成怎样的冲击和威胁呢 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的下集故事 你跟小千之间一定有什么事情瞒人 你知道的越多 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就是我一直生爱的女人 我这辈子呢 最瞧不起的 就是你这种女人 不是所有的女人都靠出卖身体 才能得到一切 你会询问她也会相信你吗 我相信 朵朵 她是我的亲生女人 你的过去我不能够参与 但是你的将来 我想和你共同休息 嗯